我們台灣人這邊 看不懂日本哪一點 來 我們來看看第一名 女生不能一個人吃牛洞店 真的 我真的看不懂 我18年前去留學的時候 我就看不懂了 頂多不能一個人去牛郎店 牛洞店我們OK吧 你知道我那時候不知道 那因為 集合家很便宜 松屋很便宜 我們留學生都很喜歡吃那個 又很方便 我們怎麼會知道說女生不能進去 你知道我那時候進去吃的時候 我先被店員用倒吸一口氣的 表情看著我這樣 真的啊 看我怎麼就這樣走過來 再看 好不好聊天 他看我之前呢 他還會往我後面看 他再看我後面有沒有人走進來 確認妳是一個人 對 當我確認一個人坐下來的時候 其他正在吃 就是在吃丼飯的人是 傻眼一直看著我 而且他們是沒有避諱的 就是不會偷偷的這樣偷面 他們是一直這樣 看著說 妳為什麼會進來吃 妳為什麼會坐下來 妳這樣做很奇怪 我那時候在吃的時候 真的 八個人 如果現場有八個人 八個人都是這樣 都叮著妳 妳那一碗特別好吃是不是 就是會一直看著妳 就是會讓妳知道說 妳這樣子做是不對的 我想問為什麼 為什麼 這邊剛剛麻油剛剛有點頭的 為什麼 我這個我不知道理由 但是我自己就是去買那些牛丼 也是自己就是 不敢在裡面一個人吃 所以我就特地外帶 然後在公園在那邊吃吃一顆 因為我真的就敢 這個問誰最清楚 就是問日本的男生 確實 嗯 很多日本的女生 害羞 有什麼 他就是一個 而且呢 那個像日本的職業家 這種小吃店的話 只有八台的座位而已 而且客人也幾乎都是男生 所以如果一直被他們看的話 會對 看到 對 女生會有不舒服 我那時候一開始想說 到底是我的美貌可以讓在那邊 一直盯著我看 我想說 我那時候一開始真的覺得說 還優雅的事 我是日本人的菜 我是日本人的菜 妳找對地方 你離不撐更近了 真的 現在大家說的我也認同 但是這些是其實還滿久的 已經是一種 可以進博物館那種的資訊了 因為呢 現在女生 他們也已經很敢去 那些牛豆店吃東西 而且還有這個 大家覺得是不能去的那個時代 以前是比較糟和時代的男生他們 他們就像是那個太臉講的 那些男生他們呢 就是這個地方是我們的地盤 男生聚會店的地盤 就是你這樣進了他們的地盤 地盤說 你為什麼可以進了我們的地盤 我們男人的 男人的食堂 你出一個小女生進來那種的 對 我有被歐吉桑罵過 真的喔 就是你知道 真的 因為那時候就是 車站在很晚的時候 他們外面都會有那個野台車 烏台 烏台 然後那是黑店 黑店 對 然後他們會喝啤酒 所以那都是歐吉桑 他們要回家之前 都會幾個穿西裝 閉請在那邊喝 我跟朋友去吃 坐下來的時候 歐吉桑說 你為什麼可以坐下來 你沒有資格坐在這邊 跟我們一起喝酒 我就說我想跟你們喝一杯 我還把酒拿起來跟喝一杯 他酒沒有拿起來 就一直說 妳趕快離開 一直叫我離開 對 很過分 但是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這個世界 下半後的一個世界 可能要聊的東西 也是他們想聊的那些 比較男生喜歡的話題什麼的 讓你們一個小女生衝進來的話 覺得破壞那個氣氛的那些 所以其實是店家來講 是男生女生都可以過來 年輕的老人家都可以過來吃 但是男生社會 日本也是男生社會 馬上班族 對 就是不講清楚 當然是用看的 對 然後一直叫我自己 那個我印象蠻深的 因為呢 像我在台灣這麼久的時間 其實我前幾年才第一次 一個人吃飯 真的假的 沒有 在台灣 我在台灣 或日本豆腐 從來沒有一個人吃飯 在外面吃飯 對 我不敢 真的 我不敢 就是這件事情影響我很深 大概兩年前左右吧 我就想說 好可愛喔 太餓了 我還要外帶嗎 而且我等一下還要是自己要忙 他就說我拿出勇氣 進去小吃店點了一個餛飩湯 好勇敢喔 真的喔 我就覺得 他不就很突破 突破 突破自己了 接下來的話 那個一樣看不懂日本什麼點咧 日本人排外又難相處 對 這個我深受其害 怎麼都是妳 對 因為我在那邊待那麼久 我本來就是你自己本身的關係 我也說不定喔 因為跟日本朋友沒關 對 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所碰到的事情 因為我在那邊念過書 也有在那邊一般的公司上過班 對 跟日本人真的 尤其是在那個工作 辦公室的時候 像我們在 如果在台灣 你跟同事可能 欸 在上班的時候感情很好 但是你們可能說 欸 最近有什麼店好看 那我們這個禮拜去看 台灣人可能說喔 好啊 一起去看 但是在日本的話 就真的 他們可能會說喔 好啊 那我們下次一起去看 但是他不會給你一個時間 不會真的去 尤其是日本人 他們不能夠接受 臨時邀約的這件事情 就是你臨時約 或是很近的時間約他們 他們也不會拒絕你 他們就 嘿 嘿 要不要嗎 就沒聲音 是不是 是不是嘿完 不給正面回應 讓你自己打退堂鼓 對 他們也不好意思拒絕你 就嘿完 然後看遠方 我之前有聽過一個 有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你要去看說 日本人他們到底是不是真的 就是願意跟你出去 你要看說 我們下次一起去吃那個 就是滷肉飯好不好 好啊 下次 這就是不會去 這就是不會去 OK 他就說 我們下次一起去吃那個滷肉飯好不好 你就說 好啊 我下禮拜有空 那跟台灣差不多啊 這個就是 等一下 我下禮拜有空 這樣就代表說真的會去嗎 這個就是會去 他有提出一個時間點的候選 對啦 他有提出確確的時間 就跟我們說OK再約…這樣 就每次都再約 下次見喔 就不會約啊 對 我之前有聽過 這個也是台灣也是有啦 有空還在家裡面坐啊 真的… 你還真的來了 我還看 你自己約了 真的啊 之前有聽快一個 幹嘛真的來啊 艾莎就是覺得這個台灣人會 這樣子的邀約會太猛烈是不是 會難相處嗎 我覺得就是台灣人就很熱情啊 就是 這個是我覺得台灣的 因為就是台灣人是看到 例如說就是外國人 就會主動去 就是關心他 但是日本人可能比較怕 那種外國人 突然一下來的關心 也很害怕就是聽不懂 很害怕就是被問了什麼問題 自己聽不懂 然後沒有辦法回答之類的 所以就是可能日本人就比較害羞了 就是感覺比較冷 但是像台灣人的話 就非常非常的熱情 然後就一直關心妳 要不要去吃飯啊 然後就立馬約 或者是當天就打電話 打電話就要約妳 妳現在在幹嘛 去吃飯啊什麼的 其實但是因為這樣子的事情 讓我就是願意留下來台灣 關心 真的 對不對 因為其實真的是外國人來 到了一個國外 然後就是沒有什麼朋友 然後如果就像 我覺得你們在日本 真的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我們在台灣 真的是很多人會問妳說 出來啊 一起啊 然後就覺得 就會有這個會覺得很溫暖的感覺 雖然來了 Jazzy